新聞才是來看中島鳳胎 馬娃 慢慢接近臺灣的東部外海 去上級上京今天會報到明天早上 會發佈海上鳳胎進步 馬娃 鳳胎今天開始已經從北邊洗完 所以移動的速度會越慢 海上鳳胎進步的時間 有可能會維持到三天 拜祢到拜祭是馬娃 鳳胎 離臺灣 上京的時尊 有說魚鋼的補花 大胤在地下來 鳳胎 那時尊重外景 但不太小的大印度來越不越 馬娃 鳳胎離臺灣有六百多公里 拜祭開始到達翁北 速度慢慢向西北方向走 在翁北的過程中 環境內部力繼續發展 馬娃的強度可能會收到減少 不像七集風 無法外景有三百公里 相信拜祭的半部有可能會發佈 海上鳳胎進步 整個大環境沒有特殊變化的話 最快可能是在今天的晚間 到明天清晨 這段時間會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海風它在更接近我們 以及北上這段過程中 它的整個暴風半徑 是否還有更接近臺灣的狀況 但以目前現在的路徑來預估的話 以海警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慶祥的分數 也會用白鳥欧 欠缺土印氣流 速度會入門 幾下翁東 幾下翁塞 會影響到臺灣的距離 雖然發佈流暢境部的記錄比較低 不過強健的連續三天 發佈海上鳳胎境部 白日開始 但保護性比較明顯 尤其伊蘭瓦山區 有個好色是最大 對台北地區也要注意 透風就好 如果水波的天氣是最最穩定 這個颱風對主要迎風面都在東半部 那西半部就是屬於背風面 甚至還有一些焚風或下沉氣流 所以東半部非常的陰天 然後有陣雨風浪非常的大 那西半部基本上都是一個很高溫 熱浪 中午高溫大概都有三十五三十六度的機會 起上傳到興隆 這禮拜是麻煩 因為鳳胎移動的速度比雨季更慢 會影響到一禮拜的天氣 一直九拜五之後 北方有明顯的氣流 鳳胎有機會加速力回臺灣東部 往河河河的方向去 那台北車里到車市 安排去日本河河河路由於民眾 就要給注意河河主信 記者總結束